不要再說明谷屋不好玩吶 大家好我是瑞蘇啦 今天瑞蘇呢來到了明谷屋城這邊 大家都有個迷思 都會說明谷屋好像沒什麼好玩的耶 有什麼地方可以玩啊 我今天就要來帶大家說 如何用明谷屋的一日券 好好的玩遍明谷屋城裡面所有的景點 那我們就先出發去買票吧 GOGO 你怎麼在這邊 慢來鬧啊 我們現在要地下鐵龍站這邊 然後現在教大家怎麼在地下鐵這邊 用自動販賣機買票喔 買一日券 首先呢我們來到販賣機這邊 那其實這邊也可以選 這邊也可以選語言 可以選用英文或是英文 然後我們這邊要選 這邊 然後有一個 然後選地下鐵全線24小時的一日券 然後選地下鐵全線24小時的一日券 打開之後呢 然後從這邊要投錢 然後這邊要投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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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把銷售出來囉 買到了 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買到了 我們就馬上出發吧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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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前一站就要下了 什麼 明城公園 我們到了明城公園 我們到了明城公園 買到入場券啦 而且如果我們剛剛 如果有使用我們剛剛買的這個 一日券的話呢 就可以再打一百塊的折扣喔 所以這張券是 原本五百塊變成四百塊 好我們現在進去吧 唷 我們進來明古屋城啦 打馬賽克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明年是2020的關係 好像有很多城都還在整修 像今天我來自一個明古屋城 他天守閣好像也是說不能進去 不知道是在整修還是在 維護吧 不確定 不過我覺得來到日本的古城的話呢 還是要去天守閣看一下 主要還是為了天守閣而來的 哇 這個就是在本丸上面的金虎啦 在明古屋城這邊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超大隻的金虎 他比紀錄城還有大阪城上面 那兩隻都還要大隻 你看這麼遠就看得到了 哇 不愧是 最有錢的德川家 看起來真的超漂亮的 沒有意見 一半就請了 超大隻大隻的 好 哇 名古屋城也是超漂亮的 不過好可惜沒有人進到 天守哥裡面去看看 好 我們就接著使用一日券去下一個地點看看吧 GOGO 現在出站了 這一站呢 叫做大虛觀音站 沒錯 這次是我們今天 名古屋眷一日遊的 第二站 大虛觀音 從地下鐵1號出口出來之後 走兩分鐘 馬上就可以看到囉 大虛觀音 我們到大墊前面呢 馬上就上去看看吧 拿到了 大虛觀音室的玉珠印 從大虛觀音室出來之後 馬上就接著一個觀音商店街 我覺得日本這邊的商店街很棒的一點就是 他都會有屋頂 所以只要下雨 所以就算下雨的時候也不用擔心說會臨屍或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非常的棒 台灣應該跟進一下 哇 最近日本人真的超風 珍珠奶茶的超誇張 找到哪都看得到 好的 參拜完大虛觀音之後呢 然後大概逛了三點 大概逛了三點街之後呢 我們就前往下一站吧 我們現在到了第三站 我們明谷屋 一日有的第三站 熱田神宮 在日本呢 有所謂的三大神宮 也就是 伊士神宮 明治神宮 還有這邊的熱田神宮喔 如果來到明谷屋的話呢 有機會的話 就要來熱田神宮這邊看看喔 好 我們走吧 GOGO 第三站 我們到了熱田神宮的西門 如果是從地下鐵的西神宮這邊出來的話呢 他的入口就會是西門這邊喔 拿到了熱田神宮的御珠液 一般來說在索取御珠液的時候 他都會有指定的那個所謂的出稅料 就是說你在領取御珠液的時候 他其實是要付一定的費用 不過這邊很特別的是 他沒有指定所謂的出稅料的費用 完全是依據自己的心意來做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也來這邊看看吧 我朋友也來這邊寫會嗎 哇 愁勞的莫及 怎麼會怎樣 悲劇啦 好 這參拜完明治 不對啦 好 這參拜完熱田神宮之後呢 我們緊接著就要去前往我們今天 明古屋地下鐵一直游的地 第四站 就要去白鳥庭院 白鳥庭院呢就在 熱田神宮的旁邊 所以不需要再搭地下鐵換車喔 非常的方便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吧 我們走到了白鳥庭院 登登登 進來了白鳥庭院 然後他這邊一樣呢 如果使用地下鐵一直券的話 就可以打八折喔 他原價是300塊 進來的入場費原價是300塊 打完八折之後呢 剩一個人只要240元 超棒的 在白鳥庭院裡面發現了 野生的熱狗 群 長得超像熱狗的啦 好我們從白鳥庭院裡面出來啦 裡面真的超漂亮的 我真的對日本人 他們對於庭院造景的 那個技術感到十分佩服 好 我們馬上就緊接著去我們 明古屋地下鐵一直游的 最後一站吧 我們現在回到明古屋車站來 然後呢馬上就要去我們 馬上就要去我們今天 明古屋地下鐵一直游的 最後一站啊 我們要去的就是 他的最頂層的那個 寬景樓 進來建築物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直達41樓的電梯囉 我們上來41樓啦 他是要從那邊打手舞梯 才能上去42樓 我買好券啊 這邊上來呢 一次是750塊 好像有點貴 可是好像來這種景觀 這種景觀台大概都是這種價格 超漂亮的 超漂亮的 這邊很適合在走一層一層的行程之後呢 在這邊慢慢的欣賞夜景 好好的休息一下喔 他這個景觀台跟其他景觀台不一樣的是說 他的屋頂是沒 他是沒有屋頂的喔 所以說如果晚上來的時候記得衣服穿多一點有點涼 好好的 以上就是瑞疏我今天使用 明古屋地下鐵一日券的一個簡單的心得分享喔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很多人都說什麼明古屋這邊不好玩啊 沒有什麼好玩的 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那是他們不知道明古有很多具有魅力的地方 大家如果下次有機會來到明古屋這邊的話呢 也可以參考我今天所提供的地點去走走喔 好我是瑞疏我們下次見 掰掰